Hello,大家好,我是Walker,新春快樂 歡迎來到Walker Lone 今天我在抽驗完的世界radio梅館四樓 這裡陳列了Arcadia將會出的無限地帶23的合金玩具 無限地帶23是一套80年代早期 可以說是差不多第一套的OVA文化作品 故事就說男主角省五是一個無所事事的年輕人 他的生命中只有兩件事,就是電單車和他的偶像Eve 有一天他在目以之中得到一部軍方秘密的戰鬥電單車 招來殺身之禍 在跟軍方的追逐之間,他就發現了一些驚世的大秘密 例如,他的偶像只不過是一個Hologram 一個電腦造出來的假象 而他生活的東京城市,其實只不過是一個巨型電腦創造出來的 一個在宇宙飄浮的城市 其實他們生活在地球之後的幾百年 這個空間創造出來是為了容易控制這群地球人 無限地帶23這個故事的idea 其實是來自一條測試空耀塞沒有用到的劇情 當初明媚就被祖娜達星人有一段時間俘虜了 超松耀塞為了避免引來恐慌 就保持著用明媚的假象來繼續安撫城市的居民 這個故事在電影版裏面沒有發展到的 但是石黑星就保持了這個idea 發展出無限地帶23這個故事 當初應該是一部26集的電視劇來的 但是中途呢 玩具箱就退出了這個project 令到電視劇這個idea就胎死腹中 但是因為其實已經創作到一半了 石黑星就偽然將這個故事改成一個OVA 其實當時來說OVA 通常都是一些成人影帶來的 我們有買開當時的日本動畫雜誌 都會看過那些影帶的廣告 有一看又不知道在哪裡找的 所以如果你看到這個故事 你會發覺其實這個故事 有些地方是不太連貫的 除此之外 為了增加銷量 石黑星也加了很多 更加比電視劇的尺度暴力的鏡頭 以及一段非常出名的藏戲 另外香港人追蹤樂道的 就是無論壇地帶23的主題曲 就是譚明龍的愛情陷阱 這裡正中有些藏牆對 它是否無限度 極限度佔地帶23的時間 無限地帶23在1985年3月推出 會緩發了 將有得到這個超小鳥鳥位的餘威 引力了空前的成功 之後很多粉絲都以為他是第一套的OVA 其實第一套的OVA是壓陣手的Galos 之後《無限地帶23》有逐集 逐集的人設就改了 是由梅俊泰神設計的 其實當時我自己就很喜歡梅俊泰神的風格 我覺得《無限地帶23》 它令人深刻的地方 除了因為它那個畫時代的世界觀 影響了之後的Matrix 20世紀殺人網絡 另外當中這些無所事事的年輕人 一個繁華假象 以及對年輕偶像那種迷戀 其實再再都是作者對當時的日本社會的控訴 說回這次的合金 Agadia其實大家都知道前身就是Yamato 添加會變成Agadia當中的勾當呢 我就不太清楚了 Yamato 已經出過一隻1比15的 《無限地帶23》的Galos 但質素可以說是一般的 很脆弱 而且變形是很複雜的 Agadia 有見及此 首先它將尺寸由1比15 據說是因為皮肺的關係 另外就加上合金 以及改良了那些關節的硬度 現在各位可以看到 大腿關節其實是其中一個要害 陳列品都好像鬆鬆的 不過這個始終都是Prototype 希望它大貨就有改善 另外呢 今次Agadia 就跟T-REX 攜手去設計 而這個機設的設計師 即是芳木新智 亦都有參與這個最後的修訂 芳木新智 除了好設計這個無限地帶23的Galos 亦都是機甲創世紀 以及Bubble Gump Crisis 的機設 即是所有電單車變機械人的設計 都是它 它本身是一個電單車迷 其實它設計完機甲創世紀的 電單車裝甲服之後 它有點不滿意 所以 Garlan 可以說是改良版 即是它自己心目中最好 當時來說 比較機甲創世紀更加好的一個 電單車變機械人的設計 這隻Garlan 2016年的時候 已經開始陳列出 在展覽上看到它的照片 搞到2018年年初才出貨 這樣撞證 其實有兩間公司 起碼有兩間 以我所知 同期亦都將會推出可變的Garlan 有這隻Future 它Future的設計 比較改變了少許 沒有那麼忠於圓著 另外有一間叫Freeing 亦都會推出第三集的主角機 不過這個設計 就好像有些散修修 根據網上看到的資料 所以我對這隻 Agadia的Garlan 都是非常之期待的 它的價錢就好像是二萬多日圓 中規中矩這樣 但是駕駛員是不可動的 這件事就可能輸返過另一間廠 少許 好 今天就先說到這裏 下次再見 拜拜